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埋葬着一位传奇的女人 我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 她就是米八子 在陕西西安林桶距离城区13公里外 有一个地方叫做马邪村 就在村子的田野间隐藏着一座琴带大墓 据专家推测 这座大墓的墓主人 很可能就是琴轩太后米八子 应该是这片区域 这座墓的旁边它有一座陪葬墓 这座陪葬墓是有风土的 大家看 我收纸那个位置 那就是一座陪葬墓 大家看 前面就是秦东陵的文宝碑 找这座文宝碑非常的困难 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全国重点文物保单位 秦东陵 是可以搜到秦东陵的 但是到了那个地儿以后 它是考古区 是一号陵园区 从2018年开始考古 一直到现在 文宝碑所在的地方 距离一号区有5.8公里 大家看 前边有监控 这就说明这片区域 应该有一座古墓 根据考古勘测图看 就我手指的这片区域 就是当年发现的疑似米八子墓 秦东陵这三个字最早出现在汉书中 因为它是在秦国国度的东侧 所以称为秦东陵 在汉书之前的史料中 多数称为纸阳离山 因为这座陵区 它是在秦国纸阳县附近 所以直接称作县名 聊到这儿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既然有秦东陵 是不是还有秦西陵呢 答案是有的 秦西陵就在陕西宝基 雍城遗址附近 那座著名的秦宫一号大墓 就是在秦西陵 这座秦东陵是在1986年发现的 在这之前 秦东陵只是在文献中有记载 具体的位置一直是个谜 1986年当地村民在修水渠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横土层 经考古工作人员勘查后确定 这片区域就是文献记载的秦东陵 目前为止 发现秦东陵有四座陵园 总面积24平方公里 其中有三座亚字形墓 两座中字形墓 还有五座甲字形墓 注意的是 这并不是秦东陵区所有的墓葬 在这片区域 还有很多小型的陪葬墓 应该还有未发现的大墓 在这几座大墓中 亚字形墓是规格最高的一种墓葬 它属于天子级别 有四条墓葬 中字形墓有两条墓葬 甲字形墓只有一条墓葬 这是诸侯王和贵族的墓葬规制 也就是说 墓葬是等级的象征 墓葬越多 说明它的级别就越高 根据史记记载 说秦东陵埋葬的有秦昭相王 他是秦始皇的曾祖父 还有秦庄相王 他是秦始皇的父亲 帝太后 也就是秦始皇的母亲赵姬 道太子 他是芈月的孙子 秦昭相王的儿子 还有宣太后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密八子 至于秦孝文王 秦始皇的祖父 在史记中的记载说是葬在寿陵 并没有向其他几位明确指出葬在质阳 因此他是否葬在秦东陵 还是存在争议的 在当年 首先发现的就是一号陵园 在这片区有两座亚子形大墓 在2010年 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秦东陵盗墓案件 从缴获的文武中 有一件高28厘米的七目高足斗 他属于古代盛放粮食的棋具 在这件文武中 还刻有名文 其中一段名文就可以确定牧主人的身份了 八年相邦薛钧早 这位叫薛钧的人又是谁呢 他可是历史上 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公子之一 孟长钧 这段名文直接证明 齐国人孟长钧在秦国任相邦 相邦是官职 他的地位要高于丞相 孟长钧在秦国这段时期 就是秦昭湘王在位时期 这也可以确定 一号陵园亚子形大墓的墓主人 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 秦昭湘王 另一座亚子形大墓 应该是秦孝文王的母亲 唐太后的墓葬 因为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 尊唐八子为唐太后 而合其葬于先王 这里的先王就是秦昭湘王 如今一号陵园区也已经被围起来了 应该是在考古中 在当年发现一号陵园后 又相继发现了二号陵园 三号陵园 还有四号陵园 在这几座陵园中 其中最特别的 就是四号陵园 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因为在这片区 只有一座亚子形大墓 它是独立的墓葬 根据史料记载 独自葬在秦东陵的 只有道太子和宣太后 刚才咱们说了 亚子形大墓是天子级别 道太子的身份 是不可能葬在亚子形大墓里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宣太后米八子 当年宣太后是以太后之位 执掌秦国大权 她是当时秦国真正的掌权人 因此她被葬在天子级别的大墓中 是很正常的 但话说回来 由于很多大墓都没有进行考古发掘 因此这一切只能是推测 还不能下定论 米八子的一生 充满传奇 他是楚国人 后来背景离乡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 秦国 再后来 他凭借自身的美貌以及能力 得到了秦国国君的宠爱 而且 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 最终取得了胜利 后来儿子当上了秦国国君 自己也成为秦国真正的掌权人 那他的一生 经历了什么 是否和影视剧中 讲的一样呢 这些问题 咱们下一期 接着聊